双西高中内有座超过130年的土地公庙 平时除了社区居民会入校敬拜土地公祈愿 保存在校园中具有传承乡土意识的精神 且成为学校发展的特色 今年校方获得新北市府城乡局 110年度新北市社区环境景观营造计划经费补助 让师生一起来营造土地公庙的空间 那土地公本身它就是跟这个庙宇有一定的关联性 那简年工艺它本身是出现在这个庙宇上面的一种装饰 那我们就把这项工艺融入到我们这个土地公艺术墙的意向里面 那在这个把它整合起来的过程中 我们又加入了社区跟学校的配合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集重人之力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 那这一次呢我们透过我们城乡局的专案计划 以及我们教育局的指导 那刷西高中呢我们特别将土地公的意向 那我们呢重新介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 那透过小朋友跟我们的大地艺术师 我们的合作 然后让我们整个土地公的意义 重新呢这个再复苏起来 这是我们选修课老师 他设计的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土地公庙的 呃祈福卡 然后上面我写说就是希望我高二的商业学程 可以考试考得很好 然后可以顺顺利的毕业这样 呃很难得就是我高一进来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接触到这种东西 我觉得很很奇特 虽然说之前在庙里面都会有看到就是 类似这种简年艺术 但是都没有机会去参与到 但是这次参与到我觉得很开心 双溪高中校长就表示 这次活动进一步活化土地公历史建筑空间 一方面结合在地青年简年艺术师 协同美术课的老师 带领学生社区民众 共同创作独册古道文化意向艺术墙 另一方面由古道专家建筑师 设计石器小土地公庙 实地知识解说资讯 成为双溪文化路径的走读亮点 让在地青年与学子展能深化地方认同 我们透过学生平常就在这边 跟土地公祈福 那还有就是会有一些活动 还有现在的疫情 他们都很希望可以透过土地公 这样的一个保佑 可以持续在学校这边有一个好的学习 同时呢 我们也引进了双溪在地的艺术家 简年师 那他们这些年轻的艺术家 能够传承这些简年的艺术 把我们双溪在地的文化能够表现出来 我们这个在地的精神 学校加上社区 然后再加上老师的经营 让整个我们由下往上的社区营造的精神 就是更加的活络 那也就是吸引 就是更多的在地青年可以回来 然后做更好的规划 那我们也期许说 在双溪这个地方 然后借我们这个社规师的活动 那让整个社区就是更团结 共同执行这次合作案的双溪 助角工作室负责人就说 地方创生的经营 除了社区民间共同来推动之外 结合学校教育 能让学生更了解地方 认同在地 让学生未来愿意留在双溪 繁荣地方就有源源不绝的省力军 借成为双溪采访报道